来关系了 今天在台湾的台北股市 是弥卖着端午节的庆祝行情 一路上今天是开高走高 最后是大涨的207点 以6890点做收 成交量是2235亿 据现在两岸ECFA签订邮谱的消息 也带动了端午节前的题材庆祝行情 营业员今天是忙着接下单的电话接不完 而据这个股民是在耗子里头看盘 一边看台股大涨 一边乐得吃粽子 热络的交易电话声此起彼落 端午节廉价前的最后一天台股交易日 五名边吃粽子边看盘 买气也很捧场 今天有没有进场盘 现在我们都是短进短注 今天也有短进这样 有有有 那这个行情 对啊就是开高昨天有买 前天美股大涨近200点 带动台股开高走高 开盘就大涨了117点 站上6800点关卡 随即调节脉压涌现 台股又拉回6800点之下震荡 不过多方领涨台股在12点46分 涨幅突破了200点 到12点57分 甚至来到6900点之上 盘中一度最高大涨了246点 台股中场上涨了207点 以6890点作收 再创10个月来的波段新高 入资的一个101项的一个政策性的利多 那么再加上这个MSCI调高 整个台股的权重的一个影响 吸引到资金的一个汇流 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台股 进行的是所谓的价值重估的一个行情 ECFA签地有谱 让两岸概念股走强 大型拳支类股 鸿海 宏达链及拉涨停 迎接钢铁以及金融类股 野权都强势表态 三大法人一致站在买方 一口气大买了157亿 端午节前台股上演 庆祝行情 攻上6900点 只差一步 专闲 中商城宅宣 泰保导